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团 继续团 继续团长途车 终于去到土耳其了 那也要去 去到人都借了 一定虚脱了 就随便找个地方 总之有压车头不管什么都好 就去投缩了 找了一间奔馆 天台 垃圾房 5毛钱一晚 很划算 超级划算 超级无极美景 但没有床 有个地毯 类似榻榻米的东西 自己有个睡袋 无极美景 天台看着大桥 非常漂亮 不过就看什么都没有味道 这么虚脱了 睡觉算数了 这个时候 这个土耳其 之前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 唯一 之前在香港的时候 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五夜快车 我们看看《Midnight Express》 《十三》这张图 五夜快车 这里是 没看过 没看过 上网现在都可能会看到 《Midnight Express》就是说什么呢 真人真事来的 最初是真人真事改片的 就是说个美国仔 就是去土耳其玩的时候 入境就是大毒 大毒品被海关搜到 当然突撻了 就说他在土耳其的监狱 那种被受惨绝人患的对待 即是黑奴 黑奴 天狱黑奴 即是那种惨犯 所以未去之前 我满脑子 一想起土耳其 满脑子就是这些什么 就有很害怕的 会不会到时 又不知何时被人踏进去 有没有大剂 有一种恐惧感 那你在土耳其的时候 应该是避免出街 应该是很害怕的 还有这个就是 有一种心理的阴影 其实土耳其是很细细的 一样是很开放的 跟伊朗是一样的 非常细细 现在也是的 不过现在 今时今日就是有些转变 因为现在这个总统 就是比较是 穆斯林原教一点的 所以他现在很多时候 就是想将这个 穆斯林的教义 拖回去 现在土耳其正在走这个政制 将它叫做 撒微改一点 收紧 收紧一点 其实我在土耳其 我就自在过境 当时自在过境 就不是说是一个很主打的地方 当然了 又说来说去 就是因为不知道 土耳其有这么多保 目标就是 快过去希腊 去希腊 去希腊那里爽一下 就是 留多些时间 在希腊那里爽一下 所以行街 没那么虚脱 下去行街 吃点东西吃点东西 看回那场戏 那时候在土耳其 看什么戏呢 在土耳其 经过街上一看 招牌 咦 我不记得是什么戏 总之是武侠片 家和出品 即是去到土耳其 也有港产片看 那时候 嘩 禁锡 东西都不舍得买来吃 始终都要 丢本 去看一张飞 当是享受冷气 也好 又去看一场戏 进去看的时候 不知道他说什么 因为他配了土耳其画 总之就是 打来打去 有志在是什么呢 摊在那里 思香 有些叫做思香 想回香港的东西 那时候出发去了多久呢 那时候已经几个月了 很快就走 集中火力去希聂 为什么集中火力去希聂 我还没去之前 又是在香港 曾经看过一齐电影 是三级的 是看光的 是看光的 三点露了 因为在70年代的时候 其实香港是很开放 现在的香港是非常保守 非常非常保守 反而是70年代的时候 香港的社会风气 还比现在更开放 有一齐电影 叫做什么呢 是德国的 德国出品 叫做《蜜土成熟时》 是喜剧来的 就是讲一位 德国妹去旅行 去到希聂 兜兜转转 就认识了一位希聂仔 兜兜转转转 又是 情投意合 玩了一堆 滚了一堆 故事就是这样 但是就是喜剧 最后也是喜剧收场 哇 原来这个是希聂 就是这样 并非因为巴德龙神殿 古希聂那些 什么历史 文化 文物 打动了我去追 你去到希聂 应该都一定要去巴德龙神殿 但是 比起巴德龙神殿 那些古迹来说 原来就是三级片 比起古迹那些更加吸引 所以就一枝箭冲了过去 去到希聂的时候 第一时间 我过了境后 就开始折顺风车 之前我也没有折顺风车 我的旅程 第一次开始折顺风车 就在希聂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那些 就不需要折顺风车 因为交通费比较便宜 不需要折顺 希聂始终是欧洲的开始 所以就已经开始贵 消费是开始贵的 其实在整个欧洲来说 它是便宜的 但是对于我 对于之前那些地方来说 它是贵的 那就是折顺风车 我折顺风车 为什么呢 我很记得就是 那天我过关的时候 是星期六上周 过关去 去希聂北部的第一个城市 叫做Casalonica 拼音来的 Casalonica 星期六 银行不开门 星期日更加不会开门 那我早上过了景 想着去唱钱 唱不到钱 那你说 喂 你可以去一些 money change那里 是啊 但是我当时 我是用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traveller check 知不知道什么叫traveller check 旅游支票 旅游支票 那现在说起来 你都愚蠢了 拿了你的卡 哪有人用这个旅游支票 现在方面有很多 这一张卡 但是以前的话 哪有这方便 以前是要买这个traveller check 就唱不到钱 换不到钱 那我早上没有吃东西 中午没有吃东西 基本上全天都没有吃东西 到下午就有一点肚饿了 开始很肚饿了 有一点饿意了 直接肚饿了 那找东西吃 没钱 那我袋里面 大概还有1-2元美金 Cashe 没有了 其他都是旅游支票 那想着呢 绝送公司在田基那里 田基那里 路边那里 有些田园 咦 有些蜜桃 小小粒 这个贵舌 刚刚是蜜桃成熟式 可以接下来 十四张图 可以看看蜜桃 即使在田基那里 即使在田基那里 打一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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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顶一下肚子 麻烦看一看十四张图 旅游中 当时就是看着 整块田都是这些 类似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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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肚饿起来 走到田基那里 又看到有一间小木屋 那些农夫在那里 打一两个 或者叫休息那些 我们叫做坚地屋 那又去监管敲门 因为他始终不好 有间屋 去敲门 看看有没有可以吃 就是问人 不是有没有可以吃 我可不可以吃个土食 喝口水 有个老伯在那里 我看到有个老伯在那里 我便问老伯 我便试试了 不懂得说 他英文又不可以 什么都不可以 一定是身体语言 我试试这样 颈壳 想吃一口水喝一下 接着就 肚饿 肚饿 因为我看见一张桌上 桌上有些面包 有些类似法式面包 即是 长条形的面包 但断了的时候 肯定是吃过的 撕剩剩 我便试试了 肚饿 老伯是很聪明的 放入水给我 接着就放入面包 给我 他还给了一些盐 少少盐 意思就是 只包 或者你只是 撕点盐 撕点盐 就有点味道 而且在外面 摘了一些番茄 摘了一两个番茄 他还给了一些盐 我吃下去 那个面包 虽然 一咬下去 干燥燥燥的 硬了 上岳 黏了 不是黏 是损的 因为硬的 一咬下去 初时不知道 一下咬下去 就顶着 整损上岳 但是 这个面包 这个番茄 这一盐盐 加上这一餐 是我生平生平 到这一刻 我认为 任何什么米芝莲 都跟我走开 全世界的美食 没有这一餐 那么好吃 当然了 你饿了整天 在你没办法之下 你那两元的美金 你根本买不到食物的时候 唯一接激你的 就是这一餐 你想想 好了 我吃了 当然了 又吃了就拿 剩下的东西 不要浪费 我还试围 可不可以拿 我告诉阿伯 我说 我不是没有钱 我有一块 有两块 美金 是现金 多 我就唱不了 我是有钱 买不到这东西 那么 阿伯就是这样 我走的时候 他在衣摩袋 塞了50元 当时的希列币给我 给我去买东西 好啊 给我去买东西 超级好啊 又吃又拿又给 我说不行 我不可以拿你的钱 我试试 我塞了那两元美金 塞给他 都不要 你拿去吧 最终 这个伯伯真的帮到你不少 所以这个伯伯的样子 视觉这么多年 四十多年 他的样子 我到现在 都还记得 很记得 他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因为图上有很多朋友 很多人的样子 如果是不看那些旧照片的话 有时 不记得 完全记不住他的样子 因为今次的印象 非常深刻 因为他救了你一命 是 那沿路呢 一路自一路停 中间就没有地方投缩 要么就躺在路边 试试拍门 拍什么门呢 途中就有一些 有些小教堂 有些小教堂 尝试拍门 那些小教堂 开门的时候 就有一些 有些修女 原来那个教堂 只是给修女 没有男的 那我有试试 可不可以让我进去 睡一晚 明早我走 那里面住就不行 那他就容许我在 这个教堂外面 那些草地 即范围的草地 那里 他就让我托枪 那里面穿出来 一试试 那你今晚在这里睡 那我有个睡袋 那差不多入黑了 我没有叫的 因为我还有个面包在这里 我没有叫的 他很好人 修女捧了热的意大利粉 味就没有味 而且我还有对意大利粉 我还有阴影 即是土耳其的意大利粉 但是呢 那一碟齿的意大利粉 又是很好吃 在那里熬一晚 但一天走出路 又截车 截截 应该我截了两万人 去到这个 亚电 终于去到亚电 几打就几打了 睡够了 一个人很累 因为你始终那么贫朴 很贫朴 很贫朴很累 如果不是年轻气壮 两个人就真的趴下 睡醒了 亦都是在外面 借回个鸡扒 都不理他多少钱 老实说 有限 个人就精神了 第一件事 咦 戏院 来到亚电 什么巴特龙神殿 什么奥林匹克为止 通通都不去 飙了去哪里 不去住 不去住 飙了去什么 一想起 哇 蜜土成熟事 飙了去看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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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三级 是四级 神经病 飙了去咸片 不得了 三级的在香港也算是看过 四级的没看过 那里因为 在欧洲来说 就是很普通的东西 普遍 普遍 其实是一些 四级的小电影 公开的小电影 即是电影院 只要扔本 不管了 神经病 去见识 那也是的 即是当见识一下 因为呢 对整个世界 充满着任何的事物 都好奇 即是新鲜的 都好奇 什么都要试 什么 基本上什么都要试 除了毒品 不敢试 什么都好奇 什么都想看 多大多大 买张飞进去 看了 看完之后 第二招 真的要 跑上去巴独龙神殿 第一个点 去巴独龙神殿 那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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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庙 密土成熟时 当年那一出戏 去看那个场景 去看电影里的场景 在那个位置 其实那个角度很棒 在那一路看一看一看 一望无际 日落的时候 真的很棒 在那个位置打卡 我终于都来了 不过是一个人 就是找那个电影的情节 那种情怀 真的好奇 搞笑 其实不是的 我现在除非不去巴独龙神殿 我去到的时候 都必然去到那个位置 去到那个位置 再想回我上次的时候 我就站在这个位置打卡 就想回 Haley始终都是一个 充满着历史的地方 充满着神话色彩 神话色彩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这么快呢 对呀 差不多了 旅游中 今集说了很多不同的 上路的历程的后半截 其实都还有去很多国家的 之后看看会不会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看看大家喜不喜欢听 对呀 喜欢听都不要紧的 大部分人说 大部分人串 关于旅游的东西 一定串得起的 旅游中 一定串得起的 一定串得起的 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好奇 所以我选了一首歌 就是齐秦的 叫做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那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还有想一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有多精彩 大家听完旅游中之后 讲的这个上路的历程 会不会真的揹起背囊 就自己一支箭冲进去 不怕的 不怕的 最重要是有火 讲呀讲得轻松 讲呀讲得容易 我真是不够胆 听着先吧 好啦 去哥 拜拜 拜拜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去远空翱翔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奈 外面的世界很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会在这里重心地祝福你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我都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不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去远空好想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难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还在这里 耐心地等着你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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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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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稍等待你的归期 躺在臉上 歡迎收看大甲肝臉突藥時事即食臉 我是花仔星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 我們大陸的同胞已經發展到培育子女全腦靈動 近日湖南長沙有網民爆料 有團體舉辦價值二十五萬港幣的神童學習班 激發小朋友無限的人體潛能 例如可以用鼻來文字 用手摸字 用耳聽字 有關負責人解釋整個課程的理念 是以專注力和自信心作為實踐基礎 即是有自信心 只要專注地不斷地聞 就可以用鼻來讀報紙 我抽到啦 Youtune is very handsome 與其拿二十五萬出來幫自己子女做磁力王 不如加入MI3.TV全新的 二百八百兩年無限次重溫優惠計劃 有資訊性十足的大院有樂 隱備客人的深夜妄聚 充滿懸疑的你深信的陰謀 激發器平均每日都不需要四元港幣 就可以收看我們資訊性十足又富趣味的節目 還說這麼多? 快點上www.miha.tv 訂閱啦!